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硬实炸弹 我们来看一下地平 各位看 如果要引爆这个炸弹 它一定要有这个引线才可以 点着它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要找出这个引线来 才能解除健康的危机 那这代表什么呢 听说永志也去帮我打探了一下 永志 我们今天就来到了 要剩李时珍的家里头 据说这个李时珍身体里也是有一个炸弹 但是李时珍就把这个炸弹给制好了 可不是他制的 是有一位高人给了他一些高招 才让他把这个炸弹取掉的 据专家老师说 我身体里也有这种定时炸弹 说不定哪天这个炸弹就爆炸了 所以说我要到药剩家里面看一看 有什么能发现的秘密 你看 这个是什么呀 还有药 药跟我们的定时炸弹 我们有关系啊 永志来来来 雅琪 姐 我穿越回来了 永志刚才说了 说李时珍呢 有一味药 就亲测非常的有效 可以解除身体当中这个炸弹 但永志说的 这靠不靠谱啊 靠谱 我们说到身体当中这个炸弹 代表什么 这个眼线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这样咱们还是请权威专家 帮我们来解除一下 健康的危机好不好 好 来 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 欢迎青年齐皇学者 北京中药大学东芝门医院 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伟静 欢迎刘主任 主任来了 还给我们带来礼物了 我能不能替观众 先看一下是什么礼物啊 主任 我想问一下 主任 您的这个礼物 跟刚才我们持永志说的 李时珍亲测有效的 那位重要的药材 还有我说身体当中隐形的炸弹 有啥样的关系啊 是的 是很有关系的 今天呢 其实我给大家带来的这第一幅这个画啊 大家可以打开看一下 先说 来 看一看 这个就是 李时珍 对 药圣李时珍先生 药中恳庆 如古应福 一中之妙 有如此在 好 这幅画 这幅画其实和永志刚才找的 我们这份药啊 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 这蓝蓝紫紫的这个花 是的 大家远远地看去啊 是不是像这种 静游的这个小鱼啊 非常的漂亮 这其实就是刚才永志要找的那一位药材的一个职物 专门治疗这个炸弹的 是的 这位药材呢 其实他和我们的药圣啊 非常的有渊源 相传呢 在这个嘉庆十六年 药圣李时珍 当时是二十岁 突然得了一场大病 李时珍的这父亲呢 就遍求名医 一直都没有治好 各种的这个名医都在说 说李时珍先生的 当时的这个病啊 已经无药可医了 所以当时呢 我们的李时珍的父亲 非常非常的失望 然后就把自己关在屋里面 为什么把自己关在屋里呢 李时珍的父亲呢 其实当时也是一个名医 他把自己关到屋里边 他便查这个医书 有一天呢 终于发现了一个药材 说这个药材能够治疗和当时李时珍 非常相像的这个疾病 他当时大喜过望 就当时就取了这个药材 三十克 两中水 煎煮成一中 然后给李时珍当时服下 当天的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好 喝了十五天 疾病就痊愈了 就是我们刚才的 这一位小兰花的这个药材 主角是他 原来药剩啊 都能把这个身体里的炸弹 都用这个小兰花治好了 那我们普通人 如果身体里像我一样有炸弹的 也可以用它 也可以的是吧 是的 浩瀚的祖国医学的知识 把李时珍打动了 他从此就发愤图强 励志学医 走遍了祖国的山川大河 遍寻了药材 然后写成了历史的巨著 叫本草纲目 这几句话也是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里 形容这位药材的四句话 药种肯庆 啥意思呢 肯庆是我们中医里的 筋骨的结合的部位 指的是我们的药害的部位 说这位药 能够直接击中 我们的疾病的药害部位 乳骨应伏是啥意思呢 先说这个伏 伏是其实我们的骨唇 就像我们的这个骨 被这个骨唇敲动 马上就能听到声响 效果非常非常的迅速 一中之妙 有如此在 是说我们的中医 治疗我们这个疾病的妙处 就像这个药 它是做了一个典型的代表 所以这几句话 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 形容这位药材的四句话 好 老师这么讲 咱们已经明白了 它跟李时珍的缘分很深 而且李时珍身上也有 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隐形的炸弹 让血糖突然飙上 那个可怕的元素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咱们留个悬念 其实也是防治疾病的 一个重要的方法 好了 那我想问一下 另外一个宝贝是什么呀 总之给大家展开一下 巨邪降糖连环剂 也就不是一招 好几招 就是有点那个 招招制敌的感觉 是的 如果要想把我们身体里 这个定时的炸弹 给它清除掉 我们一招是不管用的 我们要使用这个连环的招数 我们把它称作 巨邪降糖连环剂 我们中医的还有一句话 叫用药如用兵 如果要想把我们身体里 这个定时的炸弹 给它清除掉 我们一招是不管用的 我们要使用这个连环的招数 一系列的这个方案 感觉能招招制胜的样子 太棒了 我们心中有数了 那我有个疑问 那这位神奇的药材 跟这连环剂之间有什么关系 连环剂的前两季 都应用了这个药材 又有它的存在 功不可没 各位叔叔阿姨 咱们看好了 把它拍下来 我们暂且留个悬念 稍后养生糖将会给大家揭晓 勇志这么珍贵的东西 咱们要落袋为安 辛苦勇志 各位叔叔阿姨 你看让我们身体当中血糖突然飙升的 有这么一个可怕的定时炸弹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炸弹找出来 而且我们还要把这个引线找出来 才能解除危机 说到这儿呢 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一位患者朋友 据说在他的身上 也出现了这么一个隐形的可怕的炸弹 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掌声欢迎郭阿姨 阿姨你好 黄奘病多少年了呀 七八年了吧 七八年了 以前身体确实有点问题 我儿子都说 他说现在麻的脾气咋这 孩子叫个麻都叫着 就叫一声妈妈 你就觉得烦什么 看见啥东西啥都不想吃 口也干 就跟说话都跟 是裹不裹舌头来似的 就是口特别的干 舌头好像都已经干在那停在那了 还不想喝水 口干还不想喝水 对 有时候躺着吧 你晓得神仲没有劲 等不然要躺着 就跟上气结不像下气 我印象中 他进诊室的时候 还在儿子掺着他进去 瓜阿姨跟我形容啊 说我连这个几步路我走起来 都是非常非常的费劲的 是 那当时他的血糖怎么样呢 不吃饭之前十二三点 十二三点等会外量呢 十七八点 那挺高的吧 当时跟我形容说 经常还超过二十的这种情况 对对对 掉蛋白有三个加 已经有一定的肾脏损伤了 现在状态怎么样 我说这大夫也是 救了我一个命 真好 那现在怎么样了呢 爷 现在精神挺好的 他得干点啥活不容易 他都感觉一点都不费力 干点啥活啊现在都 今儿干什么活了 种活 种菜种地什么的 对 郭阿姨在经过治疗后 不仅血糖指标恢复正常 口干乏力等症状也好转了 那么藏在郭阿姨体内的这颗 让血糖突然升高的定时炸弹 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 阿姨身上当时呢 也背着这样一个可怕的隐形炸弹 后来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很好 现在状态越来越棒了 用什么样的方法治好的呢 我们好好地听一下今天的养生糖 这个炸弹呢 它其实是一种特殊的邪气 它会偷偷地进入到我们身体潜藏起来 所以是这种邪气 它有非常重要的潜伏的一个特点 是邪气啊 是的 勇志我考考你 中医讲的外来的六大邪气 六邪嘛 对 风寒鼠尸造火 说得太好了 是哪一种呢 其实这种邪气 它不属于我们风寒鼠尸造火的任何一种 它虽然属于一种邪气 但是它有别于我们的六种的外延的这种邪气 我们中医里对邪气还有一种分法 叫做大邪和小邪 金贵要列里面就有大邪重表 小邪重礼这样的说法 刚才勇志说到的六种邪气 大部分都属于这种大邪的一个范畴 大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比如说刚才说的风寒这样的邪气 它突然地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之后 会出现鼻塞啊 流涕啊 头痛啊 出现一系列的这种 非常明显的这种表现 我们把它称为大邪重表 我们的今天说的这种邪气 它属于另外一种叫小邪的这种范畴 小邪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小邪其实在我们医书里 把它称为小邪的护右肩隙 然后义重礼的这么一个特点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它是一种小邪就无所谓啊 它其实侵入我们身体之后 它的一个发病的这种能力 治病的这种能力 不亚于大邪 甚至于要超过大邪 外有大邪内有小邪 想起有的时候楼下的阿姨就特别注重 比方说天热的时候人也注意 天冷的时候也注意 但是它有时候还是得病了 可能是不是就是小邪作怪 您给我们讲讲 今天我们要说的 跟身体当中隐形的炸弹相关的 这个小邪到底是什么 定时炸弹其实就属于小邪的一种 我们医学上把它称为浮热 潜伏的浮 潜藏在体内的这种热邪 平时是没有症状 当遇到一些诱因之后 它就会马上发作出来 我们把这时候的这种热邪 称为浮热的这种邪气 它盯到的位置是比较多的 它可能到了一个位置 就专门破坏这个位置 去了一个地方之后 就在那个地方作祟了 但是它有可能哪都去 了解了 只要钻到身体的这个部位 它就深入地来搞这种破坏 所以说它的破坏力极强 好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说到的这个小邪 具备以下的几个特点 首先第一 它很狡猾 很隐溺 第二 它刚开始发生在身体当中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症状 但是它容易去找帮手 它有这些坏朋友 这个帮手跟它联合作战的话 就会让我们的血糖异常地飙升 如果到了一定的危害程度的话 就会引发危重症 叔叔还明白了吗 这个定时炸弹一定要解除 我们来看一下地平 定时炸弹指的其实就是小邪服弱 但是永志你记得一开场的时候 我们已经跟大家交代过了 如果要引爆这个炸弹的话 它一定是要有诱因的 也就是那个两根引线很重要 如果不点燃它 这个炸弹就不会爆炸了 对 就是有引线 然后有这个点火的 是吧 它只有这个都结合在一块 它才能炸起来 这个引线是什么 那我们来看看诱因是什么 好不好 来看一下大屏 给大家准备了一段VCR 曾经我是特别想参加这个 吃播这个视频 因为我觉得那个 因为比较适合我 但是这个视频 我不太明白 跟我们这个炸弹有什么关系 对 想问一下这吃播视频 跟今天说的服热 有什么样的关联 我们吃播的这种博主 它是最容易潜伏这种邪气的 隐时不竭 就是我们第一个导火索 第一个眼线 虽然我没有像吃播 那么吃的狼吞虎咸 但是我觉得量差不多 这我也能吃这么多 你要注意一下 对 对不对 并从口入 所以大家看 第一个问号 也就是说第一个诱因引线 就是饮食部件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诱因 因为它加上了服热的话 那我们的血糖就会一常地飙升 接下来我们看看 池永之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引线 也就是一个诱因了 就是饮食不竭 加上什么 对 有可能会引起炸弹的爆炸 我们来看一下大瓶 对 想问一下这吃播视频 跟今天说的服热 有什么样的关联 我们吃播的这种博主 它是最容易潜伏这种邪气的 饮食不竭 就是我们第一个导火索 第一个引线 虽然我没有像吃播 那么吃的狼吞虎猿 但是我觉得量差不多 我也能吃这么多 你要注意一下 对 对不对 并从口入 所以大家看 第一个问号 也就是说第一个诱因引线 就是饮食部件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诱因 因为它加上了服热的话 那我们的血糖就会一常地飙升 接下来我们看看 池永之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引线 也就是一个诱因了 就是饮食不竭 加上什么 对 有可能会引起炸弹的爆炸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 好 这个电梯跟我们永至脚下的 第二个问号有何关联呢 中医认为 我们的身体里边 是由于这种气的这种推动和温序 才使我们这个身体的 五脏六腑的功能正常 如果气的功能出现问题之后 我们的五脏六腑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把这个人体里边的这个电梯 就比作了我们的这个气的运行的一个通道 医学上的气的正常的运行 我们机体是正常的 如果是输机不利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电梯不能正常地运行了 然后我们这个气就不能正常地输不到我们的身体的其他的位置了 这个人体的上边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心和肺 中间是我们的脾和胃 下面是我们的肾和肝 这个电梯如果出现了问题之后 它的五脏六腑就刚才我说的这几个脏腑都会出现问题 那导致这个电梯无法正常地运行五脏六腑出现了气急阻碍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把它称为弹湿 弹湿啊 我觉得你这种体型就特别的像弹湿 是是是 是吧就比较胖啊 很多专家都说了嘛 胖人多弹湿嘛 各位看这边是弹湿 我后面呢是饮食不节 就非常的危险 本身我身体当中可能就潜伏了 刚才您说的那个腐热 它就是个隐形的炸弹 然后再加上两个可怕的导火索 一个是弹湿 后面还有饮食不节 大家想一想 如果他们同时点燃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你看 大了 对发生在我们身体当中 其实血糖就突然一下子就飙高了 急重症就出现了 是这样吗 主任 是的 这种情况下 血糖就会居高不下 其实我们在有服热的时候 这血糖才慢慢地升高 只是我们还没有察觉到 当遇到这两个幼痰之后 血糖是突然地升高到 非常高的一个高度 而且居高不下 而且还伴随着一系列的症状 会多高呢 有的人在餐前就达到了 十三四这样的水平 餐后超过二十这样的一个水平 太可怕了 什么样的人群容易中招 是属于高危人群 最容易中招的人群 就其实在我们三个人中 是有一个的 就是像永志这样的人群 没有 永志你还有得救 因为刚才说了 弹湿嘛 对 弹湿嘛 胖嘛 然后那个饮食还差一点 这种弹湿还是一种 特别体型的弹湿 我们把它称为腹形肥胖 叫腹部肥胖 这是我们服热 最容易潜伏的人群 另外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高血压 高质血症的 它的一个这三类人群 也是这种服热 非常容易找的人群 不像这三高中的任何一高 我们的服热就会潜伏起来 对 所以在这里呢 养生堂温馨的提醒 各位叔叔阿姨 以上的人群 容易给服热 营造一个适合他生存的 一个环境 土壤 好 那如果一旦服热 潜伏在身体当中 它会有什么样的预警信号 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测评有两句话 这是我们内经的两句话 第一句话呢 我们把它称为 二阳节未知消 这其实是我们 以前糖尿病人 最主要的一个表现 而第二句话呢 叫东伤于寒 春壁病温 这句话是我们 现代人得糖尿病 最常见的表现 它是表达了 我们以前的人 和现代人得糖尿病的 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二阳节 二阳节是说的是什么呢 是说我们的胃经 和我们的大肠经 不现节热 也就是这种热血 在我们这个胃 和我们的肠搞破坏 叫做二阳节 这种搞破坏之后 耗伤我们的阴血 也就是有这种 伤阴的这种作用 所以说它称为胃之消 口渴 然后身体消瘦 而我们现代人 得糖尿病 它更倾向于 叫东伤于寒 春壁病温的这种表现 这种弹尸体质的这种人 他这种热血 悄悄地进入到 我们身体之后 它并不会让你血糖 飙升到 让你察觉的那种地步 让你慢慢地升高 所以说它叫东伤于寒 冬天得的这种病 可能到了来年开春之后 才会让你察觉 而让你察觉的时候 它是有饮食不节 情质失调 等等的一些诱因 把它引爆了 然后才会出现 我们的血糖 居高不下 和我们典型的 一些症状 我们一定要把 所有的症状 提前找出来 才能把危害 降到最低 那我们实实在在地 告诉大家 临床有什么样的表现吧 从头往下说吧 头身困重 这种寒热被我们的一些情质失调 或者说饮食不节又发了出来之后 出现这种身体特别的困重 连布都不想卖的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的 郭阿姨说到的 每天都想在床上躺着的这种状态 像你头上带了个紧箍咒 让你绷着的那种状态 我们把它称为头重如果 了解 叔叔阿姨有这样的症状 咱们都绷起弦了 有可能跟我们说的 这种服热有关系了 接下来还有口中异味和疲倦 口中异味离得老远 就能闻到一些患者 他口中的那种异味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服热 被诱发出来的一种 非常重要的表现 对 我听很多外科医生 跟我们讲 他们给糖尿病的患者 做手术的时候 就是那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 勇志 下面还有个疲倦 其实这跟头身困重有点 头身困重是类似的 对 是身体非常非常的困倦 好 那我们重点讲一讲 这个腹胀吧 饮食不节的 它最容易引起的 其实是腹胀 腹部的胀满不适 见到东西连一点食欲都没有 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腹部 是通畅的 看一下我们已经把典型的症状 投在了大瓶上 从我自身的体会 因为我以前就有这个类型 第一是不成形 第二是它不容易冲下去 基本上勇志说的是对的 这是大便粘腻的最主要的一种表现 另外还有一些 我们中胶虚寒的一些病人 这个邪气被诱发了之后 它可能还不是大便粘腻 它是走另外一个极端 是到大便的糖械 一直拉肚子拉个不停 有很多的我们糖尿病的糖友朋友会跟我形容说 我喝了一杯牛奶 我就拉好几次肚子这种状态 肠道会出现一些功能的异常 伴随的症状有血糖升高或居高不下 胰岛素抵抗 当我们这种服热被诱发了之后 它的血糖已经很高了 而且被诱发出来之后 如果你不把这种诱发因素去除掉 不把它的弹湿体质给它改善了 不把它的服热给它清除掉 我们的这个血糖是很难下来的 它的胰岛素抵抗也是很难去除的 好了 各位叔叔阿姨 咱们已经知道这个疾病是怎么来的 又在身体有什么样的表现症状都给到各位了 所以防和质就非常的重要了 说到防和质 我们要马上给大家揭晓 一开场的时候 主任给大家带了两个宝贝 我们一个一个地说好不好 勇志 辛苦你把宝贝拿上来 好 又一次来到我们药圣李时珍的家里 这有一个药包 是不是这个药也是 我拿回去看看 勇志 这拿的是什么呀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浓浓的重要 对 我怎么就找着这种药 蓝色的 很漂亮的那个小花 它的根和静就是这位药材 它的根和静就是这个 这到底是什么呢 这已经是炮制过以后的样子了 对的 是不是 在这个连环剂当中啊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连环剂您看 这还不是一招 这是三招呢 让大伙瞧一瞧吧 欢迎阿姨 阿姨很浪 听得特别认真 主任 您给点提示吗 这位药啊 这位药啊 其实是我们医学上非常常用的一个药材 很多的经典的方剂中都有这位药材 这是第一个提示啊 第二个是说这个药 它是一个苦寒的药材 也就是说它味是苦的 性是寒的 而且它可以清热解毒 它的第一个字呢 和我们主持人的这个衣服的颜色是非常相近的 就是这个黄色 就是和一个字也是黄 晴 黄晴 晴 黄晴 听到了 请专家老师揭晓一下 这位药的 它的名字叫黄晴 第一个作用 它有明显的这种清热造湿的作用 也就是说针对着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弹尸体质的人 他可以把你的巢穴给你去掉 把你的弹尸体质给你改善掉 第二个呢 它还可以针对我们的邪气做一些治疗 好了 现在叔叔阿姨咱已经了解了 第一个来自李时珍家中 亲测有效 可以治疗服热的这位药材就是黄晴 那刚才主任说了黄晴在这个连环剂当中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连环剂 您看 这还不是一招 这是三招呢 三戒用之 您这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这个我这是正好第二剂呀 让阿姨也尝一尝 您尝一下 跟我们分享分享这口感好不好 这就是也有黄晴 对吗 是的 带带苦味 还能接受 一般的人都可以接受 有一点苦味 但是这个苦味可以接受 但您身上有吗 服热的表现 服热我有 我以前像烧我一那个就出汗了 所以这期节目您一定要认真地听一下 稍后我们会把防治的这三招都给到您 好吗 好的 我们先说第一季 去鞋不留扣 这是什么意思呢 泳智你的理解 这个想要理解呀 我觉得我得需要一个掩饰 大伙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一下 好 演示 开始 我先表演一下去鞋 你这不就打扫卫生吗 你不能把它看成打扫卫生 这才去鞋 懂不懂 我这就接地气 这就是打扫卫生 然后呢 我跟你说 待会儿 我把这个垃圾都剪下来 这怎么还 站会儿还留点 留点那个渣 留点没事 这个渣掉了 它工具还挺多 对 我拿个小铲子 哎呀 还真是 我就把这个家打扫得干干净净 然后呢 我把这个垃圾一带走 你看 把垃圾一带走 这家里就干净了 虽然我把这打扫都很干净 但是这个屋里难免还有一些垃圾残留的味道 怎么办 最后我再把窗户打开 窗户一打开 这一通风 你看看 我这个家里头是不是又干净又清新 这个表演就叫做去鞋不留扣 其实刚才泳智打扫卫生的这个过程啊 还是比较像我们去鞋不留扣的整个的一个过程的 你看 还表演得挺对的 刚才泳智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骤呢 是说把屋里边的垃圾都清除掉 一些难清除的垃圾 泳智还用小铲子把它给铲除掉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清热化痰啊等等的一些方法 把我们这个扶血潜藏的这个巢穴给它清除掉 当然我们还有第二个过程 是永智在打扫了卫生之后啊 还把窗户给打开 来通通风 这个通风的过程就相当于我们扶血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治疗的一个理念 我们中医里边治疗邪气的办法一共有八个 我们把它称为汗 吐 夏 清 温和 消补 通过这种和解的方法 让我们的气机通畅 让我们的屋里这个空气新鲜了 让我们这个空气流通了 我们的机体才能正常了 了解了巨邪不留扣是什么意思 那临床当中对用什么样的药材 我们来治疗呢 三 二 一 看 柴湖 桂枝干椒 然后这个是瓜楼根 黄芹 你看出现了 牡蛎 还有枝干草 是的 好 那怎么样的一个配舞 有什么样的功效 有什么样的禁忌人群 这样咱们三个到李时珍的家里 去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我们是身处李时珍的家中 那第一剂具体用到了哪几味药材呢 请主任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刚才我们讲到黄芹这个药 它是一个清热造湿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药 而这里边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药对 就是黄芹配上柴湖 柴湖呢 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 配合黄芹呢 它能清肝胆的这种湿热 第二个 黄芹配上肝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祖方思路 它是一温一寒 一升一降 它可以缓解寒和热 交杂在体内的这种邪气 这两个药对啊 类似于刚才我们泳芝打扫卫生的时候 它要把垃圾清除掉 很像我们清除我们体内浮热 这个巢穴的这么一个过程 另外呢 刚才泳芝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大家也都发现了 用小铲子来铲最后的一些粘腻的这种垃圾 这相当于我们这个药材里边 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合 是我们的瓜楼配上我们的牡蜜 它有很好的这种清化痰热的这种作用 也就是把我们的粘腻的这种痰液的东西 给它清除掉 就是这两个 瓜楼和牡蜜 那讲完了清除这个巢穴的这个过程之后 那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 是永志刚才来给我们打开窗子通风的 又要讲回我们这个药对 黄芹配上我们的柴壶 黄芹配上柴壶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什么呢 大家可能也听过另外一个方子 叫小柴壶汤 它是一个和解我们的绍阳的这么一个组方思路 什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如果这个位置的刚才我们说到的契机不通畅了 伏鞋就会大量的产生 所以说我们黄芹配上柴壶 它可以和解我们的绍阳 让这一块的气气通畅了 还有一个是刚才我讲到的 这个我们的黄芹配上我们的干浆 除了清除我们的那个邪气之外 它也可以使我们的寒热 这个挫杂的这个邪气解开了 让中焦通畅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药 大家可能说到我丢了还有哪个药啊 桂枝和干草的一个配物 它可以温补我们的阳气 和解我们的盈味的这么一个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 那就是柴壶桂枝干姜汤 对 这个可能说说阿姨并不是非常的陌生 您给我们讲一讲 它是如何用于治疗我们服热的问题呢 我们这个方的整个的最后的一个组合的时候 它使我们的表 半表 半礼 礼 上 中 下 它的一个气机完全通畅了 使我们的邪气无从产生 无从依附的这么一个药物 主任这么说完了之后 能感觉到360度 无死角的全部清除掉了 另外呢 它在我们的伤寒论里边的记载着 非常重要的治疗的 它的一个疾病是什么呢 叫胆热脾寒症 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郭阿姨说到的 它的一个整个的机体不通啊 晚腹胀满啊 然后不想吃东西啊 等等的一些问题 同时这味药还可以治疗我们的脾寒 我们的伤到我们的脾胃了之后 拉肚子等等的一些问题 那有一些禁忌的人群吗 对于这个经典方子 这个方子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黄芹 它是一个苦寒药 我们的肝浆是一个温燥药 这两个药要大家一看配起来一些殷须啊 然后经验不足的这种殷须的人群呢 是不适合用用的 明白了 什么样的人能用 什么样的人要禁忌 我们叔叔阿姨现在心中有数了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连环季当中的第一季 好 那说到第二季 刚才那位阿姨也品尝了 就是泳芝刚才手里端的这个代茶眼 这第二季又是什么呢 辛苦泳芝去揭晓一下 来 咱们看看这个第二季是什么呢 柴葛龙须汤 龙的须子吗 来 主要你跟我们讲讲 名字很好听的龙须 它不是龙的须子 我们龙须又叫做玉米须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能知道的它的一个功效 叫沥水消肿的功效 可能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它还有一个功效 它可以清洁我们下胶的湿热 另外呢 这个药有很好的这种降糖降脂的作用 而且刚才说到的 可以沥水消肿 有非常好的这种清除不热潮穴的这种作用 不光是去水肿 还可以去我们体内当中的辐热 看我的妈妈就在夏天的时候 经常拿这个玉米须来泡泡水喝 其实挺好的立水肿 而且可以控糖 其实就比如说像我这样的 就是目前就是有炸弹 但是呢还没有到完全爆炸的情况 其实就可以用这种再茶饮 多喝点糖 对 但搭配上另外两味就更棒了 来 我们说第二个 葛根这个也很熟哦 葛根它也有很好的这种 通达我们太阳之精 清除我们阳明晶热的这种作用 所以说它也有很好的这种 降糖降脂的作用 那咱们再说最后一个吧 柴壶 柴壶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 我们柴壶配上我们的黄芹 让我们的辐热既不产生 产生了之后又无所依附 那我们三味药材的功效介绍到这儿 大家看大瓶 柴葛 柴壶 柴壶汤 勇志 辛苦你给大家介绍 就是柴壶12克 葛根9克 玉米须9克 黄芹6克 方法呢很简单 就是呢加入水 然后浸泡药物半小时 最好这个是先煮一煮 煎药大火熬开了之后 小火熬上二三十分钟 再去饮用 就是因为煮一煮 可能那个效果要效果发挥得更好 是最好的 如果是我们叔叔阿姨们有时间的话 还可以复扎再进行一个监筑 了解 那其实有一些具体的划分 比如说口特别干咳的人应该怎么样 那么干预期质的人又应该怎么样呢 来我们请主任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口干口咳比较严重 可以把葛根往上加量 甚至于可以加到15克 干预期质的这种人呢 刚才我们讲到的柴壶 可以梳理我们的肝胆经 可以加大柴壶的一个用量 如果是有这种水肿的这种病人 自然而然的 我们可以把玉米须加大到15克 等等的一些用量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些禁忌的人群啊 这个方子啊 大家也看到了 它也是一个苦寒之品偏多的 所以说我们的这种阴虚的这种人 也是不建议应用的 另外一个呢 这个苦寒之品大家都知道容易伤胃 所以说我们脾胃虚寒的人 是不建议应用的 叔叔阿姨一定要用本子把它记下来 好了 刚才我们说到了 去鞋 降糖 连环记 其实是三招 第一招 第二招 都已经给到各位了 这第三招更厉害了 勇志你知道吗 据说呢不花钱随时就能用上 是吧 一学就会 是可以帮助我们调干控糖的 手上的功夫 其实这个在最开始 咱们医生的家里 也发现了一个卷轴 就跟他有点关系 还记得吗 咱们一块学一学 一起去学一学 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 我们主任的一位学生 现场教授一下 好不好 掌声欢迎 来 五大有请 文言把小丁老师 请到养生堂的现场 接下来呢我先给大家揭晓 第三季一招三十 空糖的这个功夫 到底是什么 咱俩一块好不好 来 三 二 一 五琴戏 您和我们讲讲 什么是五琴戏啊 主任 五琴戏它里边有一种虎戏 虎戏可以很好的 畅达我们的少阳书记 也就是调干 可以起到这种 很好的调干降糖的功效 太好了 好想学一学 不花钱马上就能用得上 对 咱们东西学一学 好了 那接下来 我们就辛苦小丁老师 现场教教我们好吗 咱们这个虎戏 主要是分为两式 第一式为虎举 第二式叫做虎扑 我现在先给大家演示一下虎举 虎举 首先我们要先左脚开步 然后与肩同宽 与肩同宽 我看丁老师很有力度 在这个动作一定要用力 然后在外旋握拳 对 随后 往上 往上提 对 提至胸口处 勇至你是抖 我是用力 对 慢慢翻掌 对 向上 有一种脱举重物的感觉 慢慢把手撑起来 把整个身体撑起来 对 然后再向上 对 持指 然后再握爪 慢慢变全形 对 再往下 双手像拉着圆环一样 然后再到胸口处 慢慢变为掌形 对 下来 第一式虎举 还真是挺累的 完整地做一下 来 握爪 握拳 对 上提 提至胸口处 对 翻掌 上托 对 再 变爪 对 握拳 下拉 对 下拉至胸口处 变掌 对 很棒啊 叔叔阿姨做得也很好 好 这是第一式 接下来 第二式叫虎扑式 双手首先是呈空拳 这样一个空拳的形状 对 从身体的两侧 因为虎系主要是为了 调达咱们的一个甘胆经 身体两侧正是甘胆经所循行的一个部位 慢慢往上 对 先上提 伸 这个时候空拳 慢慢转为一个爪形 虎爪形 对 往前伸 对 往前伸 实际上 对 这个时候可以稍微 对 稍微感受一下这个过程 对 然后再慢 停一会之后 然后再 提脚 往前45度 然后像猛虎下站一样 然后把自己 对 虎爪 对 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 对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动作 我们再来一遍 好不好 双手冲空拳 身体两侧 对 对 变爪 对 然后再慢慢 对 提脚 上前45度 对 这个动作尽量可以做慢一点 对身体有一个更好的拉伸 好 这样一个 旁边那一定是笨老虎 你知道吗 对 我点 不灵活 我点照猫画虎的意思 刚开始做的是左侍 第二做一个右侍 右侍 起始动都是一样的 空拳成身体两侧 对 慢慢 变爪 对 然后身体 对 然后提脚收回 能够调干降血糖的五禽戏 您学会了吗 第一招 胡举 首先 两手掌心朝下 食指张开 再弯曲成虎爪形状 然后缓缓上提 当手抬至头上方时 手再弯曲成虎爪形状 最后 两拳下拉至肩前 变成手掌下按 直到腹部 第二招 虎扑 叔叔阿姨们可以把两手握拳 沿着身体两侧上提至肩膀处 接着两手向上 将您的食指弯曲成虎爪 同时上半身向前轻 通过这一招两式 达到一升一降 疏通三胶气机 调干降糖的疗效 我觉得虎举还好 虎扑的时候有一些动作 可能叔叔阿姨做的时候 一定要格外地小心 千万不要摔倒了 这个做的时候是一定要站着 对吗 对 因为他这个虎扑这个动作的目的 就是为了通达正前的韧脉 还有身后的一个督脉 对全身的这样一个腰椎 包括颈椎 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拉伸效果 两套动作其实都是要站着来操作的 永志你做完了之后什么感觉 就感觉 别看这个两个很小的动作 对 那感觉还是挺累的 但是做完了以后很舒服 是吧 尤其是这个气感觉很通畅的 气机打开了 对 电梯正常地运转了 打开了窗户 好 那我想问一下主任 就像这样的一个动作 在家里怎么做呢 能做多少次才可以奏效呢 我们如果是上岁数的 说说阿姨要量力而行 而且是千万要注意 这个地面的一个湿滑度 它的一个动作呀 都是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就刚才永志说的 别看一个简单的动作 它是要拉伸我们的韧脉和督脉 是我们这个经络气血舒畅开来 所以说大家一定是要量力而行 不要动作过猛 要轻柔一点 我们如果上岁数的时候 阿姨们 如果是我们的年轻人呢 可以把自己的力度 做得稍微大一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上岁数的时候 阿姨 我们在自己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建议大家 以这个时间为度的时候 比如说差不多每次 练上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 就是每天练多少次呢 每天可以练两次 上下午各练一次 早晚各一次 然后每次10到15分钟 就可以起到这种疏离 肝胆经的这种作用 是我们的这个腹鞋 无从产生的这种效果 好 谢谢主任的温馨提示 也要感谢小丁老师 谢谢永志 在这里预告一下 听说今天的养生厨房呢 也给各位准备了诚意之作 非常的值得期待 初夏要留住春天的味道 那今天的这个鲜味呢 就是它 有的人呢 说它长得像玉如意 有的人呢 说它这个顶上的这个尖尖呢 特别像小猫爪子 那不知道范老师 您知道不知道它是什么呢 这是野菜中的蕨菜 它吃起来呢 是有一种这个脆嫩丝滑的口感 而且特别之处呢 它是有那种粘粘的滑滑的 那个粘液 那不知道它是不是也有一个特别的功效 这个蕨菜和它的粘液呢 我们说在医学上 它也是有作用的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节 春夏交接的时候 我们说春天的这个灶气 它还未除 那么夏天的这个热气 它慢慢地已经上来了 那么这个灶加上这个热 很多中老年人 它容易引发这个便秘 上火等等这些问题 那么这个蕨菜和粘液 对于我们这一类人群 它就是有好处的 那具体这个蕨菜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呢 一会儿就来给大家 揭开来神秘的面纱 那想问问阿龙老师 咱们今天要用蕨菜 做个什么美味啊 今天呢我就用蕨菜 做两个这个比较好吃的菜肴 第一个呢就是比较常见的 叫爆炒蕨菜 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 比较常见的那种做法 然后呢咱们再用蕨菜 做一个凉拌蕨菜 特别适合这个炎热的夏天 爆炒的一个蕨菜 那是不是就是配点肉 然后搭配这个蕨菜 随便一炒一炒 里头是有小窍门的 那么具体这个小窍门是什么呢 要是咱们边做边说 今天呢我们选择的这个蕨菜呢 实际上是属于它的嫩盐了 非常的嫩 那么其实它底下 还有一个很长的一部分 是相对来说比较粗 比较老的部分 那么底下那个那一部分呢 含淀粉含量比较高 通常我们会给它提取完以后 做成绝根粉 就跟红薯粉似的 所以呢 黑颜色的那个跟类似粉条 是的 给它晾干以后 就是那个绝根粉 所以呢 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说 如果是炒或者凉拌 基本上用它的嫩盐 是比较爽脆口感 非常好 但是呢 我们在处理这个的时候呢 一定记住啊 它这表皮实际上 是有很多小毛茬的 这小毛茬呢 这个呢 是已经经过 清洗了两到三次 拿盐水去清洗它 把它表面的那些 稻刺毛毛茸茸的 这些物质呢 给它洗干净 然后我们再下锅进行焯水 好 我们锅中啊 稍微先烧上水以后呢 加上两勺的食盐 这个食盐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也是有一个杀菌的作用 而且还能去除 这个决菜的这种苦涩的味道 咱们爆炒这个决菜啊 咱们属于秒窜 秒烫 大约烫个20秒 30秒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还要炒 那么咱们的凉拌菜肴的时候 窜烫呢 时间可以略微长一些 三分钟 两三分钟就差不多了 现在呢 咱们就先把这个 适合爆炒的咱们的决菜 烫的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先给它捞出来一部分 好 咱们现在呢 把这个爆炒类的这个决菜 咱们给它改成段 切成寸段 其实你看它的感觉 就现在有点像蒜苗的感觉 它的口感肯定特别棒 是的 咱们这个适合凉拌的决菜呢 也差不多了啊 咱们来给它捞出来 迅速地给它放入到冷水中 洗个冷水澡 哦 还要给它过一下凉 没错 然后呢 让它迅速地积它一下 这样呢 一会咱们凉拌出来的这种 口感更加的脆 如果是素炒 它的味道会比较寡淡 它不容易吸味 所以呢 像这道菜呢 加上一些肉炒 会比较香 把这五花肉啊 一定要煸到两面 都有焦焦的黄黄的 把它多余的油脂 给它煸出来 这样呢 它的香味的 美辣的反应才有了 太有食欲了 好 这个时候呢 咱们再放入葱姜蒜 还有豆豉 属于叫倒枪锅 后放 后放 您还放了一些豆豉 对 咱们为了增加颜色上的漂亮 而且呢 在丰富的口感 稍微地再来一些 这个泡辣椒 对 这个味道上 也更加地叠加了 更丰富了 是的 泡辣椒给它慢慢地炒香 颜色呢 也慢慢地越来越红润 稍微加上一些料酒 好 料酒加入 是不是也可以帮助 这个辣椒去除 它的那个兴山意味呢 对 不光是辣椒 还有它的五块肉 也是能够去除一部分 这种兴山味道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前期的这种呛锅 已经完成了 然后把焯好水的菊菜 咱们放入锅中 主角出场 主角出场 这个时候你看 我还没有完全地开大火 先要调味 因为呢 我们调好味以后 要迅速地翻炒 就可以出锅了 所以呢 不能过久地烹饪 稍微地来点盐 对 所以我们看到了 在爆炒决菜的时候 是先给它调味 然后再开大火 顺序一定要注意 是的 来点盐 来点糖 来上一点点的胡椒粉 去腥增香 好 然后点上那么两滴的 生抽酱油 因为咸味的东西 已经比较多了 所以比如说像豆豉 也是咸的 像这个泡辣椒 也是有点咸味 所以我们的咸味 的东西要少割 来上一点蚝油 提个鲜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大火 翻炒 随时准备出锅 开大火的时候 也意味着这道菜 已经快完成了 是的 让这个菊菜 充分地把这个肉汤 肉汁 全部地吸满 趁这个菊菜 还没有完全地软 没有完全地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准备出锅 对 你看这爆炒来的菜肴 它就不能有过多的汤汁 你看咱们这锅中 是非常的干爽 真的是 是吧 然后爆炒菊菜都完了 咱们现在准备第二道 也就是咱们的凉拌菊菜 一热一凉 也是两种菊菜的风味 阿翁老师想问问您 这菊菜我热菜吃过 凉菜我还真没吃过 我感觉这个菊菜这个梗很厚 应该很难入味 是的 味道也肯定特别寡淡 所以我们今天用一个 家庭的一个小工具 然后就让它变得非常的纤细 而且味道很入味 什么家庭的小工具 其实很简单 听起来很神秘 就是这牙签 牙签 对 牙签怎么能够帮助 我们的菊菜入味呢 一分为二 扎进去 到这个位置 然后滴了它上面 然后往下慢慢地去拉 往下面去滑它 非常的轻松 现在这一下就变成了几件了 两片了吧 两片 是吧 别着急 咱们把这两片给它和好了 不动它 然后再转个180度 再中间给它穿进去 然后再往下拉一下 这样就两半变四半了 你看是不是 对 一开四 这就是一开四 然后我们给它稍微地拿开 这样的话 年夜也容易出来了 这样吃起来比较滑溜 然后味道也更容易地吸附上 吃得更入味 家里面常备那种小小的牙签 来替代这种刀切的方式 就可以轻松地把这个蕨菜给它划开 那这样的蕨菜吃起来就更加地入味了 然后我们锅中做油 油温不要太高 把这个花椒粒先给它放入锅中 小火慢慢地浸出这个花椒的香味 咱们要做一个花椒油 是的 慢慢地浸出这个花椒味 这个时候我们把蕨菜上面搁上蒜末 小米辣 再来上一点葱花 都是增香的力气 没错 好 然后咱们这个花椒慢慢地浸出香味以后 咱们记住 一定要把它这个渣子 咱们这个花椒粒先捞出来 这时候花椒的香味很足了 然后我们再下入干的辣椒段 刚才为什么不把干辣椒和花椒一起下锅呢 干辣椒因为我们是最后要淋在这个上面的 所以花椒要淋在这一块 它就跳不出来了 辣椒的香味也出来了 颜色也非常的漂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热油浇到 刚才咱们这个蒜末上 太漂亮了 红彤彤的颜色相当有食欲 稍微地来上一点点的盐 盐也是 因为凉拌菜口味相对来说要清淡一些 所以盐不能太多 然后咱们今天调的味道是 酸甜口带有一些咸鲜味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糖 可以来上两小勺的糖 我觉得这个口味也特别适合 现在当下 那个口味非常的开胃 比较开胃 所以一般的凉菜咱们都是作为开胃用 来了一点胡椒粉 好 这个时候来上一些米醋 这个醋跟糖一融合 就是那种酸酸爽爽 微微地发甜的味道 然后来上一点点的生抽酱油 这个也是增鲜 好 不用太多 好 这个时候咱们给它充分地搅拌均匀 好 好 都是非常家常的调味料 这个时候咱们因为是给它已经撕开了 一开四了 所以这个汁酱果的非常的饱满 而且很容易入味 我感觉我站在这都在咽口水 是吧 好 然后咱们就给它装盘 就可以上桌了 好 那趁着这个时间 想让范老师跟我们揭晓一下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决菜 它那个上面粘粘的物质 它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 一个好的作用呢 决菜 它那个上面粘粘的物质 它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 一个好的作用呢 我们说这个决菜 特别是它的这个粘液 因为粘液它本身就是有这个润滑的作用 加上我们这个决菜的这个功效呢 那么它这个润肠通便的作用呢 就增大了 另外呢 它还有清热解毒利尿的作用 那么这个润肠通便呢 也特别适合我们春末夏初的 中老年人食用